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刘轩婷 那么这几天呢 北京冬奥会的奖牌陆续的产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颁奖仪式上运动员们的手持花束呢 他们现在已经在我手中了 这个是冬奥会的手持花束 这个是曹奥会的手持花束 那么他们究竟是用什么制作而成的 他们有哪些的寓意呢 让我们来听工作人员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北京冬奥会的颁奖花束是由融线编制而成 采用的是海派融线编结基 是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冬奥会的颁奖花束呢 一共有六种这个元素组成 大家看到的这个红色呢是玫瑰花 粉色的是月极花 这个白色的是绣球等等 可以看到这些小花紧紧地簇拥在一块 其实它也象征了这个团结 同时这也体现了咱们这个更快更高更强 更团结的这个奥林匹克的格言 中草奥会的颁奖花束 跟这个冬奥会的颁奖花束相比呢 它多了一种的这个花朵 主要是这块 这个蓝色的花它叫波斯菊 然后因为它是更加象征着这个坚强 坚毅的品质 也象征了咱们残疾人运动员的 这样的奉勇拼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